圣诞曲 李宗盛 還有我們在座所有的官員,大家晚安,大家好。 能不能請我們主席邀請我們行政院長、張院長到畢群台,謝謝。 張委員好。 我想首先還是延續剛才我們廢委員所提出的一個問題。 同樣的,剛才行政院長您說你有看到聯合環報的這條新聞嗎? 頭版頭的新聞嗎?對不對? 然後我在這邊我也邀請我們的陸委會下主委,也並來到我們的畢群台。 這個照我們剛才,我們立院,我們的賢拜,我們的廢委員的講法,說這個有問題啊。 那我想說,院長,你看了這條新聞之後,你會認同這裡面所講的東西嗎? 內澤新聞沒有看完整,您講的是哪一部分? 好,他說齁,這個監督條例啊,這審查的內容,說會讓我們的公務員啊,不願意上場談判。 因為什麼?因為會重得得救。光跑法院就夠了,誰還會來幫國家跟人民談判做事? 但是,您講的是說,可能,如果說談判被認為有問題的話,會被起訴到其他人。 對,你同意這個,我想兩岸負責談判官就是陸委會的官員嗎? 陸委會官員為主,包括其他官員。 對,那你會同意他們這樣說法嗎? 因為他裡面講到說,他那個用的這個語氣比較含糊,他現在的文字,譬如說叫侵犯主權或者領土,譬如說在貿易談判裡面,什麼叫做侵害到了國家的主權,這是有定義上的問題。 好,你擔心這個問題嗎?那我想問一下我們的院長,我們的談判人員如果真的在外面談判,侵犯了國家主權,你會同意這樣的談判結果嗎? 那您怎麼定義主權,所以你是移送嗎?還是你自己決定? 我剛剛說,看什麼叫主權,譬如說稅,叫不叫主權? 當然有經濟主權,政治主權嘛,對不對?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違反主權的話,那是不是代表說,我們內部就會把它移送相關的法律程序來辦理嗎? 這反而就是沒有錯的嗎? 如果稅讓的比較多,被看成是讓那個... 所以,院長,你講得很好啊,所以擔心這個問題,所以要兩岸監督條例,對不對? 我就看到了,行政院版本,有一個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也有這個東西嘛 裡面到的第三條,也有相關保密的義務嘛,這裡面有寫到的齁,那我覺得啦 我們民進黨委員所提的這幾個版本,事實上,他把這個東西再次的拿出來,事實上跟我們的刑法的相關規定,還是有部分是契合的 這也是要提醒說,未來我們參與談判的所有的人員,要隔尊法律的規定啊,我覺得重點的精神在這裡齁,那為什麼我要這樣講齁 我也在這邊請拜託我們的下主委,回到我們的陸委會之後啊,你要告訴我們陸委會的所有的官員要有信心啊 我相信陸委會的官員,對於未來的兩岸談判,只要在我們的監督條例通過之後,按照監督條例來辦事,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齁 我在這邊,我首先,先跟我們的院長以及主委,在會後回去之後,對我們相關的人員來做一個說明齁 好,那接下來齁,我們首先還是來就這一次,我的這個市政的總質詢,我想很多人都有詢問過我們的院長,您是不是看守內閣 那我想你許多的回答,都想說你是過度的內閣,我想你有講過這句話嘛,對不對齁 那我想在這邊齁,問一下我們的院長,你知不知道說齁,在你之前啊,我們有哪幾位馬英九馬總統認明過的行政院院長 你還記得哪幾位 從劉兆選院長開始 吳敦毅 陳聰 到江儀化 到 王治國 到你 沒錯 院長您記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要問你這個問題 我們許多人 看我們的行政院長 他是不是一個過度的院長 就是看他在任內 對於很多重要的政策 他到底有沒有積極的做下去 有沒有作為 還只是 講講官腔 做做太極拳的樣子 然後讓時間拖過去 然後到了一個什麼特殊的事件 他離開了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然後換另外一個人來接 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他是個過度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真正的達到 我們人民期待做最高行政首長 這樣的位置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要這樣講 對於我自己的選區基隆市來講 基隆市在最近這幾年 一直關心一個重要的議題 什麼議題呢 也就是關於我們基隆的軍港簽建的一個問題 剛才您講的這幾位院長啊 他們過去都曾經針對軍港的遷移 做過許多次的表示 或者是政策性的談話 甚至是告訴我們基隆市的市民說 這個案子沒有問題了 要快樂 要快樂 可是啊 一直到他們卸任了行政院院長之後啊 很抱歉 到目前為止 軍港的遷移仍然是八字還沒一平 所以同樣的問題啊 這是劉兆選手院長所說的 可是一直到他在2009年 去年2月6號他卸任了高升的副總統 很抱歉 這個案子還僅止於口號 我們的陳聰院長啊 也曾經來到基隆啊 他說要投入許多的這個港務基金 來支持基隆的發展 其中他又講到說 這個關於軍港的遷移是很重要的 應該要加速來辦 這是我們的陳聰陳院長所講的 然後後來啊 我們的江儀化 江院長 他自己還是基隆人哦 他也說了 這個對基隆市的發展來講 東武軍用碼頭的遷移至關重要 他絕對會用他最大的體力 最重要的精神來推動這件事情 後來他也下台了 接任他的毛治國毛院長 或者是我們在之前他當 我們交通部長的時候也書告 這個軍港的遷移等等啊 也是他認為一個重要的事項 我講了這麼多齁 就是要讓我們的院長知道說 這個議題已經講很久了 已經講很久了 去年的6月啊 2015年的6月29號 在基隆市新的火車站落成的時候 當天我也在現場 我們的基隆市市長 明又昌 我記得我們的部長也在現場對不對 在質詢的時候又在這個 講話的時候又特別在請託我們的馬英九馬總統 到底我們的軍港會不會遷移 這個馬英九很阿薩利喔 他說他絕對不會跳票 他絕對不會跳票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在他最後任期之內 絕對會完成這樣的一個定案 這叫做沒有跳票嘛 好 那我現在就來問一下我們的院長啊 基隆軍港的遷移案 您知不知道 我在先前不知道 一直到最近準備這個 達詢資料才看到 其實都有在進展 我想請教導部長說明一下 好 那個院長 院長 這張是基隆港的地圖啦 在我們的右手邊 我這邊有寫到一個叫縣紙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東岸碼頭 西邊寫一個新紙的地方 就是我們預計 要遷移的新的軍方的一個碼頭 軍方遷移的碼頭 那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我其實我也曉得說 院長對這個議題不是很清楚 可是他對於基隆市 基隆港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對於國防部來講 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因為他是一個 基隆的海軍軍港的一個遷移案 也對於交通部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他標示著我們在推動基隆港 成為國際的郵輪的中心 他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欸院長沒關係 你不懂我先講給你聽 那現在你的部長 我們的陳部長在隔壁嘛 那剛剛院長你說你對這個議題不了解 那我想請教我們的陳部長 你對這個議題了解嗎 我跟委員報告其實我非常清楚 你非常了解齁 非常清楚 那我想請教您第一個問題啊 馬總統提出來的承諾 什麼時候會兌現 跟委員報告其實齁 現階段裡頭交通部跟國防部幾乎已經達成共識了 那麼怎麼樣去做處理 大理上 原來當然有中間有一段的所謂折衷的過程 這個也是事實 那現在已經幾乎快達成共識 那真正的重點是 其實現在不是國防部跟交通部的問題 是港區業者 現在有很多的聲音 我相信委員應該也聽到 有很多港區的業者 那麼針對現在西八的這個 要到西八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聲音 那我們港務公司也一直 持續在跟業者來做溝通 那希望各類別的業者能夠 那麼往這條路來走 另外還要跟委員報告 其實港務公司已經往前線跨了議員 即使還沒先跟業界溝通完完成以前 他們現在已經在做所謂的 整個港市怎麼樣去做發展 尤其在觀光的這方面做發展 要去委託研究計畫 而且這個計畫在今年的八月會出來 所以 來我先問你一下 你剛剛說已經談好了 也就是說 你講的快接近是指哪一個部分 除了你剛才講的 港區的業者有意見之外 還有誰有意見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西八的部分有涉及到 所謂碼頭的長度的使用 跟貨線附地的使用的問題 那原來在談的過程裡頭 有涉及到到底是一百米 一百二十米 二十米要不要共用的問題 或者是直接切成一半的問題 那這一些 這個是誰的問題 這個部分當然是 是交通部有看法 還是國防部有看法 我想這個是彼此溝通 也要彼此互相諒解的問題 所以現在 您的意思是說 現在還在討論這件問題就對了 已經接近完成了 已經接近完成 是還在討論嗎 沒有沒有已經快接近完成 現在反而接下來就是說 那麼怎麼樣 市長你講清楚 到底是討論完還是還沒討論完 討論完了 討論完就討論完 你為什麼說快接近咧 因為現在 那什麼時候討論完成的 因為我們也擔心 沒有我先問你嘛 什麼時候討論完的 其實在前 一兩個禮拜前 大概已經都有共識了 是一兩個禮拜前討論完的嗎 我相信是前一兩個禮拜前 前一兩個禮拜前討論完的嗎 我相信應該是這樣子 是嗎 欸 我這裡有一份資料 是104年9月2號 那個時候還是有一點意見 是誰有意見 對還是有意見 誰有意見 彼此之間還是有一點 彼此是誰啊 是國防部有意見 還是 我們的這個 那個港務公司跟 那麼海軍的這一部分 大概還有一點 公司還沒有達成 就我剛剛所講 奇怪了 那所以你意思說 9月4號 這個案子是 海軍有意見 還是港務公司有意見 這個 我想彼此之間還要有公司 彼此這兩個都有意見 我想大概 我沒辦法這樣 能不能也請我們的國防部長 上台一下 好 感謝我們的部長 高部長好 我想請教一下 國防部目前對於這個 金港遷移的案子還有意見嗎 沒有 我們現在跟交通部 就照交通部長講的 我們已經有共識了 現在是港務公司在協調這個 好 謝謝 所以國防部沒有意見了 先前交通部長 先前交通部長講的沒有錯 大家在針對這個碼頭的長度 什麼時候定案的 那段時間時候是有些 對 我問你 部長你知道什麼時候定案的嗎 這個時間我 你們海軍主要負責談判嘛 對不對 對 海軍什麼時候談完的 他們談的時候 一直在勾動 對嘛 我知道一直 什麼時候談到一個結果嘛 我才告訴你嘛 就上面的時間 那是工作階層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這樣問部長 這個 根據我們國防部這邊 向我們提出來的內容的報告 他們大概在去年9月的時候 大體上國防部就已經定案了 定案的版本是什麼樣呢 就是這個版本 然後這個版本呢 也送給了我們的交通部的港務公司 他們也同意了這個版本 什麼時候 去年大概9月的時候 所以部長你剛剛講了老半天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們兩邊的相關的夜館單位 其實已經談好了啊 現在是談完之後 卡在 交通部那邊 你什麼時候要把公文發出來啊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那麼港公司基層確實是有談 那現在國防部也跟我們也達成共識 只要港公司這邊把案子盡快報上 我們就盡快 所以我問你那 所以部長 對 陳部長我想請教你 港公司報出來了沒有 可能在我們的航證司 航證的單位裡頭 到底有還沒有啊 我還沒看到 有報還沒報 對我 我確實要了解一下 你要不要現在打電話了解一下 我等你沒關係 我想我了解一下 不是我現在等你啊 部長我可以等你 你現在告訴我 這個案子到底送到航證司了沒有 你只要告訴我這樣就好 可以啊 我可以打蛋說 現在再這樣 沒關係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 我怎麼等你 我想我們儘快來處理啦 不用儘快嗎 我現在可以等你啊 我有還有14分鐘的時間我可以等你 沒有 我答應委員 你現在連打電話都不願意打嗎 不是不願意打 因為我在這個場合上 何不何事打我不知道 那我想質詢一下我們主席 我請他打電話 詢問 航證司到底有沒有收到公文 可以或不可以 部長 是 你就請你的國會聯絡人了解一下 好可以 那趕快 請我們盡快的了解 這麼簡單的事情 好 院長為什麼我要這樣提 從我剛剛跟你講 那幾位的行政院長 都有提過這樣的宣誓 然後最後他們都告訴我說 快了 快了 在我之前第八屆 基隆市的立法委員 包括徐少平 包括謝國良 也曾經站在這個背訓台 詢問過相關的 我們的政府官員 也回答我們 快了 快了 結果等了好幾年 所以我才會請部長去詢問一下 到底公文現在到了杭政司了沒有 對 但是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還是出去要跟業者溝通 不要避免他們不必要的反彈 你公文先送出來再說 是 所以我先問你公文出來了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作為我們的看守內閣 在過渡內閣這段階段 我們有幾個問題 希望我們的行政院長 等一下責成交辦 有兩件事情 也就是跟基隆市有密切的關係 在我們基隆的地方 有個叫正兵與港 到目前為止 經費的爭取 與右手 以及我們的交通部 對於經費的給付的部分 仍然存在的一些旗艦 我要拜託我們的院長 事後趕快去了解 請他們盡速辦理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在基隆市的基隆河 有一個橋叫七銜橋 當時在基隆河改建 在我們基隆河淹水改建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它逐年編列 這座橋的改建 到目前為止 它的預算 仍然卡在行政院這邊 我在這邊 我也拜託我們的行政院長 能不能就這兩件事情 能夠盡速交辦辦理 我接下來請 回去請同仁來追蹤 好 謝謝你 謝謝院長 希望您盡速 將這兩個案 因為這兩個相關的公文 都已經在行政院這邊了 那其實行政院的各個單位 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們認為說 作為一個行政院院長 我們不是看守 我們要繼續積極 來做一些福國利民的事情 也因此我這邊 如同剛才院長所說的 事後 會馬上 來要求我們相關的部會 加緊辦理的角度 加緊辦理的速度 接下來 有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昨天 在我們的立法院 也開過一個協調會 特別邀請了我們交通部的政策 來開關於基隆成績轉運站的協調會 這個轉運站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想我們的院長應該也不知道 部長你曉得嗎 我非常清楚 你很清楚 感謝你 這一個案子 部長你知不支持 這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最重要的 第一個公路總局已經補助基隆市 已經1億多了 讓他們來做轉運站 這個最起碼已經跨出第一步 這個早我想 林市長也非常的清楚 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程序轉運站裡頭 有涉及到 它在現有的 這個火車站上頭 要做這所謂的平台 那也要借用舊的 這個火車站來做處理 那這一部分的話 有涉及到所謂的這個 那麼消防的問題 有涉及到所謂這個 火車站站裡結構安全的問題 那當然我也期待就是說 這個事情可以澄清 那個 部長 所以您剛剛說 成績轉運站 基隆市得到我們中央的補助盤 現在正在做規劃嘛 沒有錯 規劃的地點 也就是在我們目前 火車站的南北兩站的一個中間 設立一個新的成績轉運站嘛 沒有錯 那部長您剛剛說 您擔心的 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是不是有消防安全的問題 沒有錯 以及我們火車站結構體的問題而已嘛 沒有錯 好 那我在這邊告訴一下部長 昨天開會我也有參加 我們台鐵的相關人員 有對這兩個事情提出相關的詢問 那我覺得部長您問得很好 那我們當天有做一個會議的結論 三天內 就這個消防安全以及結構安全 來做徹底的檢視 如果它有問題的話 當然它的轉運站就不適合蓋在這個地方嘛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部長您是否就支持 基隆市的一個計畫 將我們的轉運站設在這個地方 跟委員報告啊 那麼林市長也特別提到 就是說這是臨時性的轉運站 那因為未來要配合杜耕嘛 沒錯啊 這個我都同意 OK好 所以我剛剛就確認你剛剛說的內容嘛 也就是說 OK我再加上一條 也就是說剛剛部長您講的 第一個 只要它的消防安全沒問題 第二個 第二個結構安全沒問題 然後第三個 如同昨天會議講的 這個臨時性的一個建築 沒有錯 部長將會百分之百 支持基隆的成績轉運站 對 因為這個涉及到未來基隆的發展 院長 你有聽到我們部長講的這個內容了吧 那為什麼 院長你有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齁 我為什麼要這樣問齁 因為院長你好像還沒來過基隆齁 很少去 很少去齁 您當政務委員之後有沒有來過基隆 訪釋過 我的業務跟基隆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齁 那您當副院長的時候有來過基隆嗎 副院長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齁 也沒有 那您當院長很忙所以還沒時間齁 那我想說院長您在520之前有沒有可能 讓我邀請你一次 來基隆 來看一下 當然委員邀請我一定去 好 謝謝齁 部長你有聽到了齁 對 另外跟委員報告 剛剛特別提到有沒有報到那個部裡頭 杭政司 確實還沒報過來 還沒報過來 剛剛已經問過了 好 所以是港務公司的問題囉 我想他們如果 那部長能不能會後 要求港務公司 馬上把這個計畫報出來 當然 這過程裡頭還是要繼續協調港區的業者 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要跟你講你公文不先報你怎麼協調 當然 一定 所以你公文什麼時候報嘛 我現在就是要確認你的公文什麼時候報出來啊 我想我回去馬上看 一個禮拜的時間可以嗎 回去馬上看他們講 一個禮拜好不好 好 好 謝謝部長齁 就一個禮拜的時候至少請他把公文報出來 有什麼問題我們在做後續的一個協商 這樣可以嗎 了解 好 謝謝感謝部長的一個支持齁 我想 部長今天你講完這句話 就已經比之前所有的行政院長了不起了 因為你踏出重要的第一副 你讓基隆市等待很久的軍港遷移案 正式將這個公文走出我們的行政單位走出來 開始我們的一個協商齁 那如果這個案子真的能夠在我們520之前 這是馬英九總統宣誓過的喔 讓這個定案的話 我想我們的張院長 對基隆市的市民來講 將是大大的功德一見齁 再來第二個齁 為什麼要講你是防守的內閣齁 這個 院長你從2月1號就任之後齁 你覺得台灣整體的 治安的情況怎麼樣 呃 我講數字我講不出來 你自己感覺咧 不好 惡化 還是覺得還不錯 覺得好像 呃 跟過去一陣子差不多 跟過去一陣子差不多 是什麼意思 就是過去都做不好囉 沒有看到特別嚴重的刑案 沒有看到特別 那 我們的內政部長你覺得咧 平穩 平穩 覺得還不錯啦齁 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危害來發生嘛 那我想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是哪裡你知道嗎 院長知道這哪裡嗎 我們行政院 行政院嘛齁 旁邊好像還有什麼 那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沒聽到 我剛剛沒聽到最後一句話 我說旁邊那是什麼東西 一個是圍牆 圍牆裡面是什麼東西 鐵絲網 鐵絲網 鐵絲網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鐵絲網還放在行政院裡面啊 剛才民進生部長也講 還覺得平穩啊 也沒什麼特別的狀況啊 那是 經常性的設施 經常性的 對 經常性的 那個鐵絲網上面 那個鐵絲網上面 那個鐵絲網 從行政院設在那邊開始之後 這個鐵絲網就一直在 不是 不是從那時候開始 但是 後來大家檢討整個 包括辦公廳設的圍牆以後 後來加了 阿什麼時候 阿所以你們認為這是常態性設施 會變成常態性的設施 永遠不會拆掉 目前那個不會拆掉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就是一種 安全防護的 安全防護 總統府前面也沒有耶 你們有比總統府還重要嗎 這東西裡面還有巨碼 行政院有這麼嚴重嗎 剛才我問了院長 不是說現在局勢 我也覺得局勢狀況還不錯啊 所以我在這邊 可以這邊呼籲一下我們的行政院 是不是考慮把這些都撤掉了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的張院長就任之後 一改過去 對我們的很多的社會團體 或者人民團體 有一點敵視的態度啊 剛才我講我也相信一直到520 我覺得應該也不至於 會有什麼大型的一些相關的事件發生啊 我也相信 依我們現在的內政部長 在你的領導之下 解決這些問題都是綽綽有餘的啊 不需要再靠著所謂的巨碼這些東西 然後另外吼 這是中央聯合辦公大樓旁邊的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把它收掉啊 很多人來辦護照就看到這些 事實上我們已經大部分都收掉了 那這些可以清掉嗎 應該沒問題吧 保留評估 保留這還要評估啊 為什麼 是因為沒有地方放嗎 沒有地方放嗎 沒有尊重他專業的評估 所以我問你啊 你不是內政部他不是你管的嗎 是我管的 他評估過了沒有 不是他有沒有評估過啊 是要由他們來評估 不是我是說保留有沒有評估過這些東西 你也不知道嗎 你應該不知道嘛 是 那我想問一下部長 你針對這個東西 就你個人來看啦 你覺得放在這邊 需要什麼專業評估嗎 看他們在整個 這個 治安狀況的一個評估 如果他們 當然我也希望他能夠拿掉 好 謝謝部長 院長你也聽到了嘛 其實我的想法大概跟院長跟部長都差不多 我覺得說 呃 在您就任院長之後 幾個 對你的評價滿意度 都還不錯 所以有一些委員在這邊 資訊的時候還說 欸 你反而是我們 馬英九總統任命的 院長裡面的 唯一的一個珍珠啊 那我也相信有你領導的 行政團隊 在這最後這幾個月裡面 應該會跟過去 我們的行政團隊有所不一樣 所以我剛才所提的幾個問題 例如像這個 其實就可以思考 我還有沒有留在這邊的一個必要性 我們的總統府前面的巨馬也都撤掉啦 那我想總統府的安全維護的重要性 應該比行政院也來的重要吧 那我也覺得說 像中央聯合辦公大樓相關的單位 其實巨馬都已經撤掉了嘛 就是放在那邊 就放在那邊 那我不曉得說這個 這旁邊是綠地啊 為什麼放在那邊 我實在搞不懂 所以就像剛才部長您講的 就您個人的角度 你也期待我們的保留 盡處把它處理 但是尊重保留的專業意見啦 但是我也覺得說 既然部長在這邊 已經做這樣一個政策性的宣示 我相信 將這一些相關的巨馬移除 應該是沒有問題才對 那最重要的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 行政院裡面的這一些 包括巨馬 包括所謂的這些鐵絲網 我也希望 我們的部長能夠請我們的保留 可以將這東西一併拔移除掉 因為還是我剛才講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以現在的狀況來看 整個社會局勢相對的穩定 為什麼 局勢穩定就是很簡單一個關鍵 領導者能不能得民心而已啊 除非院長你告訴我說 你不得民心 所以你要圍起來 那我相信你對自己應該是有信心 為什麼 民調的數字也告訴大家說 你應該是還有一個不錯的院長 所以我也相信 你應該藉著 民調對你的支持 表現出你跟過去行政院長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做一個 我們打開心胸 放開胸襟的我們的一個行政院 什麼做什麼開始 就是由 撤掉我們的巨馬 撤掉我們的鐵絲網開始 我相信 撤掉鐵絲網 跟撤掉巨馬 不會讓行政院很危險 相對的 它會讓我們許多的 我們的台灣人民 經過那個地方會看到說 咦 我們的議長跟疫情全部都不一樣 我們的來進步部長跟疫情全部都不一樣 不是做以前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過去的院長 過去的部長 做的都跟以前同樣的事情 所以 支持度都不好 如果做的都一樣 今天不會是張院長 您坐在這裡 我從這件小小的一個事情 我們把它當做一件重要的功課 謝謝院長 我想說今天 這幾件 我代表我們基隆的鄉親 來向我們的院長 以及相關的部長提出來的質詢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的院長跟部長 事後 能夠馬上的交辦 那我也在那邊期待 這個院長 在520之前 一定要來基隆訪問 來參觀 來就剛才我提的幾件重要的案子 來了解相關單位的進度 那我也期待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這個進度不會是零 不會是雲地踏步 不要再說 慢慢來慢慢來 我最討厭慢慢來 我希望快快來 趕快把所有的案子都辦好 以上是我們這一次 代表我們基隆鄉親的一個總質詢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 今天 請 nhân 今天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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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